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吃蒜苔 非常独特美味简单的做法 现在这个天气热了 所以蒜苔都已经烟饥饥饥的了 我们先用剪刀把蒜苔的花上面剪掉 也可以直接用手掐断 洗净的蒜苔把这个根这里切掉一点不要 然后直接把它切成小末 再切上一点甜椒在里面 碗里打入两个超市蛋 用筷子把它打散 切好的蒜苔里面加入小半勺盐 先把它搅拌均匀 腌制个十来分钟 把蒜苔给它杀一下生 蒜苔腌制好之后 把鸡蛋液给它倒进去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调味来上一点老黄 少许的胡椒粉 再来上一点点生抽酱油 加入三勺面粉 再一次用筷子把它调匀 这里三勺面粉不够 不够就继续再加一勺 大约调制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 稍微干一点不能太稀了 平底锅内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给它放一个圆形的模具进去 大家家里面如果没有这种圆形的模具 直接把它摊成圆饼就可以了 放一个模具只是圆一点好看一点 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饼千万不能烙的太厚 如果太厚的话口感就会比较差一点了 所以我们得给它烙薄一点 稍微定型之后把它取出 第二个 饼下锅之后这里不要着急 大家轻轻的拿起来摇一下 先把一面给它煎至金黄定型 一面定型之后把它夹起来 轻轻的给它翻上一面 继续用小火煎 慢慢的把这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酥香 饼两面都已经煎至金黄了 下面先把它夹出来控油 控好油的饼直接把它夹出来装盘就可以了 蒜苔鸡蛋饼这样做吃起来蒜香味非常的浓郁 早餐的不二选择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最后呢还是想念了给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满满的蒜苔鸡蛋饼 早上吃上三个搭上一杯豆浆或者是一杯牛奶 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幸福 好了今天的蒜苔鸡蛋早餐饼大家都学费了吗 我是想念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